這是今天晚上要來的事 林潮欣她說她對我的記者主要是 她認為她認為我是否制造的 是惡意一張張 事實上我們剛才提出的新聞導臨是要明顯 事實上我們要中間新聞記者 只要稍微稍微壓一下 你去查一下資料中間要不直接掌握 事實上我要強調的事實 其實不管是誰最先轉PO 誰最先做這張圖 那都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說不管誰做圖跟誰轉跌 中天新聞都不一概去威脅 因為鄉民做這張圖本身 因為鄉民做這張圖本身 他們用的是中天新聞自己的畫面 中天新聞自己上了字卡 中天新聞在那個林潮欣出來的畫面上面 直接打出說疑似有爸媽人士的 模樣人士在穿梭在學生的隊伍當中 所以鄉民就很合理的去依照中天新聞自己的邏輯去質疑說 那這個人的時報周刊 是不是萬聚集團自導自由 我覺得這是有受公民的事情 那這樣的質疑 卻被時報周刊認為是抹黑 而抓到我這個學生 來連打了三天 每天二十小時照三三打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對台灣的公民社會 對台灣的言論自由非常大的損害 因為假如今天一個隨便轉圖的 就是隨便隨手轉圖的學生 都可能做一個合理的質疑 都可能被這樣子圍剿的話 那下一次還有誰敢說話 誰敢合理質疑任何事情 那所以這是今天我出來捍衛 出來開職的會談 那我的訴求很簡單 就是我剛才講的就是 抗議中天告學生 然後捍衛鄉民的言論自由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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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拿起來 那我拿起來 拿起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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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